來接下來呢我們要開始介紹往下的 來海王星介紹完了 接下來呢 這是八大行星 那接下來我要做一點定義的部分 因為為什麼冥王星會被降級 成矮行星 OK 所以來看一下 行星的定義呢 第一個 你必須要繞著恆星轉 也就是在我們太陽系來講 就是繞著太陽轉 OK 其實我們天體很多 幾乎都是繞著太陽轉 接下來呢 等一下 但是沒有繞太陽轉的是誰 衛星嘛 衛星是不是繞著行星在轉的叫衛星 所以在這一條 就可以把衛星給排除掉 這是第一個 好 第二個 自身重力與鋼體結構維持平衡 喔好文作作的講法 簡單的講就是 那個星球可以形成一個 接近圓形的東西 接近圓形的球體 OK 這一條這麼複雜的文字 講白一點就是 接近圓球的一個星體 OK 所以呢 像那個什麼 小行星帶的 因為大多數長得都很像那種 我說像狗骨頭那樣子 或者是那個馬鈴薯的形狀那種感覺 都是凹凹凸凸凹凸凹凸的 就是它沒辦法看似一個圓形的 像你看我們地球 我們地球雖然有高山有海洋深谷 但是你從外表看 它大致上還是一個圓形的 OK 那但是呢 小行星就會被這一條 給排除掉了 小行星就不會列為行星 第三條 能清除軌道附近的物質 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說 像我地球走的這個軌道 幾乎就只有我地球在走 其他稍微足以到 可以像小行星那樣大小的 然後跟著我們地球在走的 幾乎沒有 也就是我這個軌道幾乎是被我 好像用拖把去拖過 很乾淨了 沒有其他東西 就只有我自己 這個行星在轉 那你就會覺得 欸 那 你這三條 冥王星哪也不符合 就是第三個 因為冥王星 冥王星的衛星總共有三個 其中最大一個最有名的 叫Karen 來看一下 他有最有名的 另外一個衛星Karen 這個衛星幾乎是他的 半徑 一樣大 就是他的他的 他們的那個衛星的半徑 幾乎是冥王星半徑的一半多 已經也足夠大了 而且還導致什麼呢 雖然這個Karen 是冥王星的衛星 那他要繞著他轉 但是問題是 來 心體是怎麼繞著轉呢 比如說呢 我今天呢 如果我今天我是跟一個人跳舞 我跟一個人手拉著手這樣子跳舞 然後開始旋轉 會是怎麼轉 會是 繞著 我們 我們兩個人 會 繞著我們兩個人的 質量 中心 在旋轉 OK 天體也是一樣喔 天體不是說一定是一個人繞著一個人這樣轉喔 其實說穿的是兩個東西繞著他的質量中心在旋轉 這樣理解嗎 那今天為什麼月球感覺是在繞著地球轉 地球的質量比月球大多了 以至於他的旋轉中心還在地球裡面 雖然不在地球的正中心是比較偏外側一點的 但是他起碼還在 他的旋轉中心還在地球裡面 但是目前這個冥王星 他的旋轉中心是已經在冥王星的外面了 這樣可以理解意思嗎 就像你看這個麥克風插我多遠 我牽著他我想要照著他轉 我用大顆就直接這樣轉 對不對 那我自己本身會被他拉著晃動嗎 幾乎不會 但是會啦 但是幾乎不會 就是因為他太輕了嘛 所以我的旋轉中心是在我的身體裡頭 但是如果今天我在越拿越拿 拿一個大千塊在那邊轉的時候 我的人就會是這樣子轉 對不對 這時候我的質量中心就已經在我的身體外頭了 OK 所以天體上的運轉也都是這樣子啊 今天就是因為重點在於 他跟他的衛星 的旋轉中心已在冥王星之外了 感覺他好像要 要串起來做大哥的感覺 也就是今天他沒有把他的周圍的 他走過的東西好好清除乾淨 好像他沒辦法獨立為王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被降級了 但是這個不是他降級的主要原因 我說的呢 他最主要降級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等一下降級的主要原因 現在沒有在這頭影片 我等一下再講 先給各位看 他是1930年的 有美國一個天文學家叫 湯包發現 所以有人說還好他不姓小龍 所以就叫小龍湯包 那他發現美國人發現之後呢 然後取名的 但是現在就是打算把他 就是那時候在2006年之前 就打算把他拉掉 想把他拉掉 那 這邊等一下再來講 然後這邊我們先看一下 他總共有五顆衛星 到目前為止 真正觀察到 這五顆衛星是在近一兩年的時候 才發覺他有五顆的 OK 然後呢 2006年為什麼被國際天文聯合會降級呢 主要在2003年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科學家 你看他就在 我剛才講 我禮拜一有講過說 他就在65天文單位之物的遠的地方 發現一顆行星 而且這一顆行星 他也是照著太陽轉 但是他的軌道也是比較橢圓形 比較狹長的橢圓形 稍微比較狹長一點 但是呢 他的體積 感覺也比冥王星大 你看 在比冥王星遠 又比冥王星大 所以這時候那個科學家就死 抓著冥王星 說冥王星如果是衛星 冥王星如果是行星 那我這一刻絕對是行星 所以那個那個 那時候那個科學家 就在他的那個辦公室的門口 掛了一個發現第十顆行星 所以他就他就認為說 因為只要冥王星算行星 我就是行星 而且他說當時發現的時候 那個天文科學家就想說 結果後來天文那個什麼天文學家 也就跟他講說 應該那個什麼 那個給他換掉 要是那個什麼 那個 希臘神話的裡面神的名字 所以呢 後來就他只好去改變 那時候當時改變名字 改變成什麼名字呢 這邊來給各位看 就是叫Aries 他那時候後來改名叫Aries 什麼叫Aries 希臘神話Aries是誰 就在眾神的一個那個 宴會當中 有一個 那個什麼 那個應該是 好像是海神的 女兒還是妹妹吧 他在希臘神話裡面 叫做 紛擾女神 紛擾女神 不是 紛擾女神是 戰神的妹妹的樣子 戰神的妹妹 紛擾女神 他沒有受邀 他沒有在那個宴會當中 沒有受邀 所以呢 他就帶了一個金蘋果 自己到 那個會場去 然後呢 就獻給 就就 後來他就直接出來 就說 我這個金蘋果 要獻給 在場 最漂亮的 女神 那當時最漂亮的女神 有哪些人 一個就是 維納斯 美神維納斯 另外一個就是 天后 希拉 天神的太太 希拉 另外一個是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叫什麼神 反正雅典娜叫做 叫什麼神啊 讚 欸 好像也是 讚 讚什麼女神 還是什麼 讚 也不是戰鬥女神 叫什麼 我突然忘記了 OK 還是叫智慧女神 還是什麼 那個 反正就是 極智慧啊 還有就是 讚 那個什麼 那幾個 一身的 這三個女神 都是被認為說是 那個什麼 大家公認最漂亮 但是因為只有一顆蘋果 三個女神都要搶 就搶到最後就引發了什麼 特洛伊戰爭 特洛伊戰爭的故事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所以呢 這個紛擾女神 這個紛擾女神 為什麼就取名在這個 第十顆 這一顆上面呢 就是因為她的出現 導致於 後來把太陽系的成員 其中之一拉下來 就是冥王系 結果 但是那時候當時沒有想到 是要 是要拉下來 想說 我這樣有第十顆行星 結果後來就是在 2006年會議當中開會 那時候有幾個表決 表決方案 一個就是說 我就一樣 就維持九大行星 然後 第十顆繼續上來 然後 還可以有相當大小的 上來 大概十二大行星 十二大行星 然後呢 那個什麼 從此就不要再增加了 大概是這樣一個 第一個決案 第二個決議是說 我反正我就是九大行星 我就不要再增加了 那第三個就是 快刀斬亂嘛 你以後望遠鏡還是會 約座位也好 又會 又會找到更 更外圍的星體 又有可能 那到時候那個 行星數量一直增加 那不得了 所以後來 表決之後的結果 快刀斬亂嘛 就是把冥王系 降機 然後 英文名字確定了 就叫Aries 但是呢 回頭來 我們中文就要開始命名了 那中文命名的話 現在慢慢的有很多命名 都要強調 大陸 跟中國的 語言 希望能夠一致 所以那時候才 那個什麼 當時那個孫玟琪老師 他說他有去揚州開會 當時呢 當時想說這Aries 要直接 直接英譯 叫做厄里斯 還是直接用他的意思去翻譯 那這個直接翻譯要取名叫什麼 有人想說 因為都叫什麼神星嘛 有人就想說 因為他是來擾亂的 所以叫擾神星 或者有人他來 那個什麼 他來來鬧的 叫做鬧神星 那結果後來 那個什麼 孫玟琪老師也站起來說 因為之前有人提議說 系神星 有人 剛開始有人否決 是因為覺得這個字太冷屁了 那孫玟琪老師那時候 他在表決之前 也起來講話 他就說 他覺得 系神星 雖然這個是很冷屁 但是兄弟系想這個系 其實用的還蠻有涵義的 那今天我們把這個字弄上去 不是可以讓大家多認識一些字嗎 一些中國的智慧 所以好 後來大家表決結果 就是系神星 OK 好 所以呢 剛才講說 冥王星以外的 系神星 來擾亂了之後 以至於他被降級 2006年8月被降級了 所以呢 來 定出了一個名詞 叫做 矮行星 矮行星 叫做 Dropanet OK 那這個矮行星呢 欸 規則是什麼 定義的規則 第一個 繞著恒星轉 跟剛才一樣 跟行星的定義一樣 自身中立與鋼體結構的維持平衡 也是一樣 它是維持一個球形的 OK 然後呢 另外 不能清除軌道附近的物質 也就是 像剛才 講到的那個 冥王星就是一個 然後 它不是衛星 OK 綜合這幾個 以至於 定義出 愛行星 對不起 先幫我暫停一下